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春华到我们节目来 第二位来宾是因为拍戏的关系 经常会在户外曝晒阳光的唐峰 我们一起来欢迎唐峰 主持人好 去求带来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唐峰 欢迎唐峰 第三位是我们的健康观察员 欣妍 欢迎欣妍 大家好 我是欣妍 这位来宾大家好 其实在我出门的时候 习惯着看气象 就只会看看今天气温如何啊 会不会下雨要不要带个雨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那个气象报告上 都有各地紫外线的这个指数 提供大家参考 看看需不需要防晒 有 其实身为一个皮肤可医师 而且我又是两个孩子的妈 所以在我每天早上的话 因为我们的手机都有天气的那个APP 我觉得都会除了看这个之外 我还要看一下 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多少啊 然后呢 让我的两个小孩 要不要穿长袖啊 或者是说要不要擦适当的防晒乳液 真的太认真了 我男生其实很少注意这边 我们看新闻 顶多就看一下时事新闻 然后到了这个就跳过了 就直接跳过 对啊 男生真的没有在看这个 其实像我啊 我不是每天看啊 我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 觉得太阳大了一点 我才会看 因为我看了这个呢 会影响我擦的这个防晒乳 要擦什么系数 或者是我戴不戴伞 要不要穿长袖 所以我是会看的 这个紫外线的指数 你可以看看这个9啊 10啊 13啊 12 其实这个指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新闻好像有帮我们做一个整理 很分类哦 对 其实这个指数啊 它其实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它是这个WHO所定出来的 那它的数值从0到11以上 0就代表就是一个全黑 没有光线的状况 对 那它通常是用绿色来表示 那最严重最严重 10以上就是紫色 其实就像空污一样 是一个止暴的概念 对 那它会根据不同的阶段 建议我们用不同的防晒方式 那其中就是6以上呢 就是需要躲太阳啊 然后需要擦比较高系数的防晒乳液 在台湾这个环境 绝大部分的环境呢 天气呢都是 紫外线都一定是超过6以上到10亿这样子 是 其实刚才那个图啊 像我们的台湾图 大家还记得那个南投中心新春那里 是我们的北纬23.5度线横跨的地方 其实台湾刚好在这个北纬23.5度这个地方 其实你们会发现 我们这地方的日照非常的充足 我们的紫外线量几乎都是6以上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 那其实我们去注意这个紫外线指数 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其实只是怕晒黑 但是到底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 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好影响吗 是 其实我们一般所谓的阳光这样子曝晒下去 不是只有刚才一开场那个所谓的 那位28年这样子一直曝晒 所谓的慢性的光老化而已 不是只有所谓晒黑 晒伤晒斑 其实还有针对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光过敏肌肤的人 很容易会出现所谓的多形性的光发症 就是晒到阳光的地方 会出现一块块的红症会非常的不舒服 或者说大家一定有听过所谓的 那个所谓日光性的徐马症 或者有些人会有所谓的曝晒的地方 有九朝性皮肤 就是皮肤薄下面的微血管容易扩张 整个脸红通通的 有些人甚至会有所谓免疫性的疾病 例如说皮肤的所谓的红斑性狼藏 那这还只是疾病的部分 接下来最怕还有所谓的光癌化的部分 就造成皮肤癌的部分 那皮肤癌的部分的话 其实最常见大家一定有听过所谓基底细胞癌 像美国总统柯林顿 他就得过两次开过两次刀 那去年年底12月份来的那个金刚狼 那个修杰克曼 他的鼻子啊 大家有看到他有贴那个所谓的美容胶带 他的鼻子也是切过了两次 就是所谓的基底细胞癌 那个都是紫外线伤害引起的 长期的一个曝晒 没有做好防晒 造成个皮肤癌化 另外还要小心像所谓的磷状细胞癌 这都是很常见的所谓的非黑色素细胞瘤这一类的 另外一大类是属于黑色素细胞瘤类的 皮肤癌的发生率来讲 从1979年到2013年 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男生女生皮肤癌发生的几率 每年以五倍五倍这样的增加 而且就最近最刚新鲜出炉的十大癌症里面 我们发现哦 那个皮肤癌里面 不管是男生女生 皮肤癌其中在前十年 大家一定想说胃癌好像常听过 其实他还在第十名 但就女生来讲皮肤癌是第九名 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刚说我们皮肤癌的这个 是每五年就每年都会增加 可是照正常来讲 应该是以前的人赛天氧的量 比现代人要多 那为什么现代的人反而得皮肤癌的几率 比疫情还高 不是很奇怪吗 是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因为现在是全球软化 就是我们就是工业化的社会 全球软化我们的臭氧层有破洞 所以整个地球它其实保护我们地球的这个臭氧层 其实是破洞之后 不好的紫外线 比较光线比较短的紫外线会 从我们的外太空到我们的地面会越来越多 所以会发现其实皮肤癌的机会发生率是越来越高 所以跟这个臭氧层破洞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啊 我的环境真的很重要 对 那另外我很好奇就是 为什么男生发生皮肤癌剂竟然比女生高 其实大家一开始有没有问 刚才主持人问过说 男生女生刚才一出门说会不会擦防晒 刚才唐翁先生就说他都不擦防晒 然后我们新研究说他有擦 其实真的是发现就国外的一些很多的 不管是美国荷兰或是加拿大的一些研究 就是针对一千人以上研究 发现男生为什么会皮肤癌机会比较高 男生通常都比较就像唐翁先生 他不喜欢擦防晒 或者是说他忘了擦 或者是说他比较不喜欢戴帽子 撑阳闪 或穿有防止外线的衣服 秀套 女生还比较会一些 所以男生的皮肤癌的几率发生率都比女生高一些 讲到这个我就想问唐翁 你有时候因为拍戏难免就一整天在外面曝晒 你有没有做这个防晒的措施 其实还真的是没有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脸有上妆 那当然可能就会有些防晒功能 那如果说我不做艺人 或是没有在拍戏的话 那其实我连脸都不会上那个防晒的东西 那了不起我就是躲阴暗处 不然就是可能旁边的女艺人 有在擦防晒 不然自己顺便擦一下之类的 因为其实男生本身就不是那么爱涂涂抹抹的 对啊 但是如果你说注晒倒是有可能 对 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为了要让肤色是好看的 我们就会去注晒 是 唐峰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说 除了去紫外线的注晒之外 你好像自己在家的阳台的顶楼 也会涂抹婴儿油那个晒太阳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 因为像我们之前去注晒机 那时候很流行 它是晒注晒机 然后我们就会涂类是注晒剂 突然之后我发现 有时候注晒剂也太油了 也不是那么的舒服 而且好像它有染色的那种功能 后来你有时候懒得去嘛 我在家里面自己楼顶楼 然后我就会涂婴儿油 然后其实你就是在那边晒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又很均匀 好 我就选择在家里面这样晒 纯外 这听讲到注晒剂 这个对皮肤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啊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所谓的注晒剂 或注晒剂是因为西方 西方人他们都喜欢那种晒起来 古铜色看起来健康 小麦色 他们会认为这是贵族的象征 但是其实所以他们会发明到 所谓仿晒剂 就是有点就是光过 就是让你的对光会比较敏感那种 对 那种要仿晒剂 要注晒剂 对 但是可是国外很多文献已经出来 发现说如果你有擦这些仿晒剂 去照那种所谓的注晒剂的人 他受得皮肤癌的几率是扁了好几倍 对 所以还是要仿晒 最重要是不要晒伤 那另外刚才唐峰先生还讲到说 他会用所谓的婴儿油 对 那其实婴儿油 它最主要是涂在我们的皮肤上 是会让皮肤就是照射阳光是均匀化 对 但最重要是不要晒伤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 去照机器跟我在外面晒天涯 是晒天涯比较OK对不对 还是要防晒 重点就是防晒嘛 对 对 对 那再我想问的是说 像比如说我们涂这婴儿油 因为像我在家里面 我自己就有一些时间上限定 比如说我认为晒太阳最好的时间是 七点多到八点 然后再来就是下午的大概四点多到六点 所以这时间是可以的吗 可以 就是不要中午那个时间 真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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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华理事我想帮一些女性朋友问 她就说我也不喜欢晒太阳 而且我又很怕晒黑 那我是不是整天都躲在室内 我就不用防晒了呢 这很好的问题耶 因为我们每次都会有一些民众问我 说医生我都没有出去 干嘛防晒 我说不对不对 你在家里面 你家里面还有所谓的卤素灯 探照灯 或者说有时候晚上去 如果夜店那种Pub那种霓虹灯 其实它也是会让你皮肤晒黑的 然后甚至说我们家里都有窗户 窗户的话外面的指外 并没有完全的阻绝所谓的指外线 说连在室内都要防晒的 所以我们听完存华医师跟我们的讲解 我们知道这个指外线对皮肤会有造成伤害 可是究竟指外线如何伤害我们的皮肤呢 我们透过下面这段影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阳光带给人体温暖与热能 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元素 但接受过多的阳光照射 也会对健康造成伤害 皮肤是身体接触阳光的第一道天然防线 表皮层的黑色素细胞为了帮助皮肤 抵御阳光中的紫外线 便开始释放黑色素到角质层吸收光线 光线越强黑色素产生越多 表现出来的就是皮肤晒黑的现象 幸好人体的角质28天代谢一次 这时充满黑色素的角质逐渐脱落 肤色又会回到原貌 黑色素它本身其实是个保护的基础 它会帮助我们吸收跟主角这些紫外线 而来保护我们的皮肤 保护我们的细胞 但是如果过度的紫外线的刺激 过度的照射 不止黑色素细胞它的会产生变异 我们的皮肤的细胞 也会产生所谓的变异跟矮化 长时间曝晒在过量的紫外线下 超过皮肤黑色素能吸收的量 这时皮肤因此出现斑点 情况严重时 细胞与基因排列受到破坏 导致免疫力受损 最后造成皮肤癌 防晒的部分就是要防止晒伤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旦晒伤以后 其实皮肤它就会整层死掉 又会再重新长新的皮 在这种过程很容易造成皮肤以后 在这些晒伤的地方会比较脆弱 那甚至以后容易长斑 或者是皮肤癌的问题 想要避免无所不在的紫外线伤害 就要保护皮肤聪明防晒 才是预防疾病的不二法门 我刚刚从影片中看到 这个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那么大 我就很想赶快请教王医生 究竟怎么做防晒 像我们一般我自己出门 了不起就涂个防晒乳 或是真的太阳很烈 我就戴个帽子最多撑个阳伞 想请教各位来宾都怎么做防晒 我会依照天气刚刚有讲 就基本上平常的时候 我是擦大概26 那太阳比较烈的时候 我就会擦50 那如果我觉得特别热 我就会再多擦一层 然后呢同时还会补充 阳伞跟长袖的衣服 防晒乳还会有物理跟化学脂粉 我听完我都崩溃了 因为男生其实戴个帽子就出门了 对呀也不会做这么多的 一个所谓的防晒的一个措施 可是为了皮肤癌的预防方面 还是建议唐斯丰先生要记得防晒 其实刚才那个我们新有讲到 所谓的物理性防晒或化学性防晒 其实大家有听过 为什么会有这些 大家如果在用的一些产品里面 有听过所谓的SPF 所谓的SPF它是简称 就是Sum Partition Fat 它最主要是用来预防我们的UVB 就是所谓的 因为UVB会让我们皮肤会晒伤 晒红 晒黑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UVA 那UV的话你会看到 你上面的买的产品 会有所谓的PA几家 那是跟对日系的 那如果有所谓PPD 那是所谓真正欧美的 那这最主要是用来预防我们的UVA 因为UVA的话 不管是UVA1或UVA2 最讨厌就是它会造成 我们皮肤的老化松 就是Agen 对所以这种的话 其实不止我们会 在我们的产品上会看到 所谓的UVA UVB 大家一定会讲说 听过什么物理性防晒 化学性防晒那是干嘛的 其实就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用个最简单来讲 所谓的物理性防晒化 就是常听到所谓的二氧化氮 或者是氧化芯 对那这种化物理性防晒化 很适合孩童 但它就是 因为它比较没有刺激 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致癌性 所以现在就是 卫福部是用来适合儿童 那儿童的话 马上插上去 就马上UVA UVB都可以主角 所以而且它 不过它有确定是比较油 对那另外还有所谓化学性防晒 这边只列三种 其实不止很多种 那它有些化学性防晒 它最少是吸收光子 把这个那个光子给代谢掉 所以它最好是出门前的30分钟 我们都建议要涂抹 它的好处是 它比较细致会比较清爽 那所以其实 但是有个缺点是 有些会容易过敏 有些会对化学性的防晒会过敏 其实物理性防晒又比较油 那化学性防晒比较清爽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常见的 都是所谓的混合性的 所谓的防晒 那至于我小朋友的部分 因为我都是给它擦物理性防晒 因为但是虽然是比较油 但是我还是会给它 少量多次的涂抹 而且现在还有所谓 喷雾状的运动专用的 对 我想问一下 像刚刚讲到 特别讲到会比较油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就一直担心 就是擦防晒乳液的时候 对于小朋友皮肤会不会容易 比如说毛囊阻塞 就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有所谓的奈米技术 就是把这些 所谓我们要做到的防晒的东西 包在一个小小的奈米颗粒里面 会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堵塞毛细孔的部分 那另外有些人 针对有长痘痘肌肤的人 也会说医师我可以擦防晒吗 我还是跟他说可以 现在有所谓的矿材类的 它在显微剂底下 它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这样石鹰 那种云母片状的 那个更不会堵塞毛细孔 所以还是要防晒 哇 像科技这么好 这么发达 那我想请教王医师 其实就是像我自己上班出门前 我可能一整天涂了一次 那个防晒乳 就持续到下班 就没有再做任何的补充 那还有刚刚那个欣妍 唐萌 我们大家都有各自分享 自己防晒的方式 这样子合格吗 其实这个就牵涉到了 使用的 我们的所谓的防晒乳液的量的问题 那其实的话 我们桌面上 大家都有个 那个所谓的一个拨盘 可不可以请各位 挤一下你们平常会使用的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根据美国FDA的规定是说 你要到达SPF的 真的那个效用 至少每一平方公分要2毫克 那我们的脸加脖子好了 我们就个平均来讲 我们脸加脖子 至少会有500平方公分 我说就我们成年人来讲 女生好了 对 男生可能会更高一点 或者差不多 就500平方公分至少 所以你500平方公分乘以2 所以脸加脖子 至少要1公克 对 那我们来一起量一下 来 我们先拿蔡医师的 谢谢 可以看得到这样才700多毫克 不到1公克 对 所以是不够的 我的用的量完全不够 对 我还是因为我的脸比较小 所以用的量比较不多 对 可是你挤的也不够多 这样才760 那一样啊 对 因为我们又差太多 我们两个都不合格了 这样都没有到1公克 这个应该更少 我们两个脸是一样大的 所以应该是用一样的量比对 可是你这样720 其实真的大家 对 差不多都是700多 对 所以其实在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一定要2毫克 其实在韩国有个教授 他有做个针对我们亚洲人 对 他发现说 用个就是科学的数据 就是说我们根据美国FDX 规定说1平方公分要2毫克 你才有真的达到 您所谓的SPF的量 的那个作用 对 不管你是擦SPF 35 或是有人研究到SPF 我换句话说我用50 对 但是你擦的那个量 其实老实说 一平方公分不到0.5毫克 那你换算过来的SPF 顶多1.8 甚至厌不测不到 那大家会说 这有什么差别呢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其实为什么我们说 所谓的理想的方面说 假如我们擦SPF 30好了 我们的智宏系数值 就是说你正常来讲 你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 再多久会红 假设我们是100分钟好了 那你30乘100 理想情况下 你应该是3000分钟 就是50小时 所以我等于两天都不用再补了 对 这是理想状态 但是根据各位刚才主持人 还有我们的来宾 这样子的量 其实我们实际上 刚才那个图 就是其实我们的量 每一平方公分都不到0.5毫克 所以换算起来的SPF 没有30 只有不到1.8 甚至更低 那你1.8乘以100 其实才180分钟 所以就差不多三个小时 所以都会跟我们的民众说 千万记得2到3个小时 要补充一次 所以你们挤那么少 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2到3个小时 要补充一次 要再补差一次 难怪我之前一听人家讲说 要2到3小时 我一直以为它只能够维持2到3小时 完全是误会了 其实因为插的量不够 对 但我想问的问题 因为其实像家里面有小朋友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完整的防晒 会比较好之类的 是 其实真的是 我们人一生中有95%以上 你的阳光曝晒都是在20岁之前晒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20岁之前 能够赶快做好防晒 对你之后皮肤癌的防护是有帮忙的 而且我们的皮肤 其实8个月大以后 其实就已经开始完善了 就完备了 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 婴儿其实大概8个月大以后 就可以开始防晒了 对像我小朋友的话 现在老大已经 国小三年级 他礼拜六下午2到4点都有足球课 所以我还是会 他算是男生 我还是给他擦防晒 对就是训练 我小时候 我是那种像男生的女生 所以我每年暑假 就天天都出去游泳 然后就晒得像个黑人 每年开学 同学看到我店 就说 哇 怎么来一个新同学 因为我皮肤本来很白 就是变成一个黑小孩回来 然后而且就是 隔壁症当然就会脱皮 然后就恢复原来状况 可是每年就是这样的重复 听存华讲 这样好像是不是对我 这个皮肤的病变 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 其实根据国外一些研究 已经是证实 就是说如果你20岁之前 有晒伤的人 就像刚才文心医师 你说你有到脱皮 你已经有晒伤 对 次数越多次的 你之后得所谓的 不管是黑色素细胞癌 或是非黑色素细胞癌类的 的几率 他们已经矫正过了 年龄性别跟肤色的几率 都比别人还高 对 其实我有个朋友 他本来觉得晒伤好像没什么 但是他有一次 强烈的晒伤之后 后来啊 皮肤虽然恢复了 但是他开始 连对自己的汗水都过敏 春花医师 这是有可能的吗 是有可能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皮肤就是 紫外线的晒伤皮肤之后 其实急性的反应下 有所谓的晒伤细胞 Sunburn Cell 其实这些都是不好 但是正常来讲 你应该可以代谢掉 但是你如果 一直不断的这样子的刺激 伤害你的皮肤 慢慢久了之后 接下来 就会有 不管是急性 或慢性的一些 光老化 光癌化 就会 机会就越来越增加 对 那你一直听到 就是紫外线 对皮肤的伤害 那除了那些 完全不防晒的人 当然他是高危险群 有没有哪一些 生活形态的人 他也是高危险群 是 如果你是长时间 在外面 当风都中了 对 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 还有质比较多的人 因为你这样子 曝晒的话很容易 就是这些质 以后就会变成所谓的 就是发育不良 然后接下来就变矮化 我现在手上这个照片 这个男生是 2016年里约奥运 400公尺游泳的冠军 他就是 第一他是澳洲人 第二游泳 晒太阳 好 这个是他2014年的照片 他的粉丝就是很关心他 都有follow他的新闻 然后大家仔细看 他身上是有一些字的 这是2014年的照片 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2016年的时候 他的照片 他身上的字有了一些变化 就那个粉丝可能很有概念 他就提醒这个霍尔顿 他是说你身上的字 有点怪怪的 所以呢你要赶快去看医生 结果一看 还真的是皮肤癌的病变 所以他后来这个部分 也手术把它清除掉了 其实痣的部分 我都说我们其实自己 可以当自己的一个医生 就是每天在洗澡的时候 观察自己身上的痣 有没有出现以下这些症状 就说如果开始不对称 或者说边缘开始不规则 或者说颜色开始不均匀 或者说这个痣 突然一下子直径 长超过0.6公分 或者是说这次快速隆起 我都会建议说 赶快还是来就诊 会做个检查会比较好 是 所以夏天到了 这是纸外线最强的时候 观众朋友 不论你喜欢用哪一种防晒的方式 千万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特别是 刚刚节目中提醒了那么多 万一你身上出现 莫名其妙的斑点 而且这个斑点 可能还出现变化的时候 一定要赶快到皮肤科医生 那边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才能够避免进一步的癌变 今天非常感恩 三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感恩大家的收看 自为人一手乎爱 我们下次再见 因为爱心中我们恐慌 我们下次再见 幸福小姑娘 让你看到路